苏丹局势突变以来,党中央十分牵挂在苏丹的中国公民的安全 外交部第一时间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 会同各部门、地方政府以及驻苏丹和周边国家的使领馆 与各方密切沟通协调,全力维护在苏丹中国同胞的安全 并制定了撤离转移方案 目前外交部已经派出工作组,赴前方开展工作 第一批人员已经安全撤至苏丹邻国 外交部和驻苏丹使馆再次提醒 在苏丹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使馆发布的通知提醒 及时报备个人信息,保持通讯联络畅通